请自我介绍刚来的姑娘 大家好,我是玲玲 哪个玲玲? 我是在追阿宇的一个女生 你刚才说是说现在追她的女生是一位白富美,是吗? 是 你富吗? 就能要的爸爸妈妈都能给吧 但那都是爸爸妈妈的钱啊 如果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的话 我可能一无所有吧 她挺谦虚的 你喜欢小宇什么呀? 我觉得她挺帅的呀 然后挺有梦想的一个男生 然后就被她吸引了 然后就喜欢上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没见过? 没见过 觉得你长得挺漂亮的 跟我男朋友肯定很般配吧 我只知道阿宇有姐姐 真的吗? 你看姐姐? 不知道她有什么女朋友 我只知道她有个姐姐 可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 怎么可能不知道 没有人说吗? 能到 当然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 阿宇嘴里说的 说的这个姐姐是个什么样的姐姐? 就是 普通的姐姐啊 我也没有多问她 就没什么了 喜欢那也太单纯了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喜欢她 就是单纯的喜欢她 那我干嘛去了解她的家庭什么的 你不认识她 我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雨的女朋友 我挺意外的 你有没有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应该不会骗我 我现在觉得这个小雨啊 她就是一骗子 这个小雨啊 她 她的女朋友 她是什么都没骗子 她的女朋友 她就是一骗子 她像雷农场 我现在就详勇了 她的女朋友 她是一骗子 她的女朋友 それは她是一骗子 她会是一骗子 然后这又是她的惊喜 她这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你笑什么 好帅啊 天天见吗 又不是今天第一次见 天天见也帅 看女人放花痴的时候 真是没脑子 小雨 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你造成的吗 你知道她在追求你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 不告诉她 你有女朋友 对啊 你不是只有姐姐吗 你姐姐 反正 算是刻意的隐瞒了 刻意的隐瞒 对 确实 之前是我欺骗了 我确实有女朋友 这个 小慧 是我交往了四年的女朋友 是现女友 什么 对 对不起 应该不是故意欺骗我 确实不是故意欺骗的 但是 但是说到底 最后确实还是骗 就这份刻意的隐瞒 你难道对小慧 一个供你读了四年大学的女朋友 没什么好说的吗 确实她这四年对我的付出 我十分感激 这样 确实也对不起 你知道你女朋友 上台的时候说什么吗 说 我要向我的男朋友 和追求她的女孩告白 我说 为什么要告白 她说我 已经帮不了她了 我希望 她 和追求她的那个女生 在一起 其实这个的话 我个人认为 她这么说 应该不是这么想的 她这样做 就是完全在逼我 就是逼我 做出选择 是 继续留在她身边 还彻底的放弃 追我的女孩 但你迟早要做出选择呀 对 所以我今天 不是她比你呀 对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小雨你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 为什么让这么一个弱女子 供你读大学呢 我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那边有很多贫困大学生 就凭着自己打零工 就都不去领厅 混不住 人家就工自己读完四年大学 还能给老家寄钱 咱即便不做这么模范的人吧 养活自己总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现在发现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她身上有一种 性情叫什么呢 叫惰性 也叫懒 她这是从她骨子里带出来的 她依靠别人 依靠惯了 我绝对不是一个懒的人 我有自己的上进心 而且我也平时 空闲的时候 我也会去不停地去打工 去兼职 但是我觉得 大学这几年 不能光靠打工去浪费 我还有要学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必须为我的理想 去学习 去积累经验 我不是那种 吃饼 软饭长大 谢谢大家